大犀牛,看,书在这里呢 正好这次也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的这些中文书在这些图书馆 很多图书馆之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资源的 大家平时可以来图书馆玩的时候去找一找 中文书在哪里呢 如果你能找到 也许你能找到你很喜欢的故事 把它借回家去,请爸爸妈妈读给你听 或者你自己练习读一读 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,今天这本书是我借来的 等我还完之后 也许你就能够在书架上看到它了 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《胜利的犀牛》 这是一头大犀牛是不是 它叫什么名字呢 它叫Nail 对,Nail 犀牛Nail